各位来宾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教育家AI 梦想照进现实主题分论坛 在各位嘉宾带来精彩分享之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获取智能教育创新应用发展报告完整版 方便您更好地了解嘉宾的分享内容 谢谢 好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嘉宾 好 来教育集团技术体系副总裁李飞老师 大家掌声有请 尊敬的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教育AI分论坛 我是李飞 在好未来负责技术战略的工作 今天下午的教育家AI的论坛 是我们每年GES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因为大家知道每年的GES 都把教育科技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个教育科技也成为了每年GES 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从我们今天在场的各位这么踊跃地来 听我们这个论坛就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的AI技术发展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在教育行业 我们的这个计算机视觉 智能语音 包括自然语言处理 数据挖掘等等技术 日趋成熟 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AI课堂 自适应学习 包括AI乐卷 包括我们的试题推荐 都有了很多创新的应用 这些应用呢 新产品和新应用呢 也给我们整个的教育行业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动力 今天呢 我们有幸请到了来自政府部门 行业的这个专业的咨询机构 还有我们教育科技企业的各位嘉宾 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他们在对教育AI的一些认识看法 并跟我们分享 他们对教育AI未来发展的展望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分论坛呢 分成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嘉宾演讲 第二个环节呢 是圆桌论坛 首先呢 我们进入这个嘉宾演讲环节 因为现在世界各国呢 把人工智能呢 都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 特别是中国呢 我们在2017年 也把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们通过这个编制规划 启动部署重大科技项目 包括出台了一些产业政策 从技术和产业落地应用两个方面呢 在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 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呢 是国家级的智库 他们对他们在这个整个的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研判 包括对智能行业发展的趋势 和这个评估政策的落地效果 这些方面呢 对国家的这个战略决策呢 起到了重要的咨询作用 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地 邀请到了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 赵志云女士来和我们分享 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 以及对人工智能相关支持政策的解读 有请赵主任 亲爱的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呢 受大会组委会的邀请呢 今天呢能够和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和业界的精英们 一起呢共化和憧憬智能教育的未来 其实呢我想呢智能教育呢是大家都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 那么今天其实我想用十分钟的时间呢和大家呢探讨三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目前推进智能教育的背景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政策的重点是什么 已经失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那么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下一阶段 我们政策关注的一些热点的问题 和要解决的一些难点的问题 那首先呢我想强调的或者阐释的一个观点就是 中国政府它是高度重视教育的 那么我们把教育作为是公在这个当代 历在千秋的一个德政的工程 教育也是民主振兴的一个基石 那么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党中央和国务院也是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和教育的深度融合的 那么集中体现在今年5月16号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发给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 他特别强调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个重要的驱动力 那么我们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 要加快发展伴随每一个人的教育 平等面向每一个人的教育 适合每一个人的教育 同时也要推进这个开放灵活的教育 其实短短的几句话 非常精准地体现出了 党和国家对于人工智能与这个教育深度融合 他们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些关注 这就是与我们当前在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的问题 或者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有关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的供给的 不均衡的问题 地区的差距的问题 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的问题 以及我们在教育的目标导向上 对于这个知识的学习 以及应试教育等等 为目标的这样一些教学的质量 以及没有充分地去体现人的全面发展 没有充分去提高教学的质量 以及教育管理的质量等等 一些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都是我们引起当前政府关注的一些热点的问题 而这些热点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大的背景下 恰恰为我们人工智能 赋能我们的教育发展 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这样一些便利的条件 那我在调研全国这个智能教育 或者是人工智能 赋能我们教育的整个的发展的状况的过程中 非常高兴地从我们业界的一些投研企业 比如说郝未来 比如说流利说等等 这样一些精英的企业 他们分享了给我很多的创新的理念 而这些创新的理念 正是面对刚才我提到的一些 我们教育中要解决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 提供了有效的这种解决的方案 这张大片子上是他们贡献给我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思路 也用于了我们的人工智能白皮书的报告中 那么其实同行在思考 政府呢也在行动 2017年7月份发布的国家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 以及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 政府呢都对智能教育 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和超前的布局 那同时呢 其实我们的教育部 自然基金委等等 也在智能教育方面 在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上 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那同时呢 我们的一些规划和我们的一些布局 取得了哪样的成绩呢 我想科技部在多措并举方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已经启动了面向2030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点的研发计划 重大的研发计划 那同时呢 我们也先后陆续在上海 北京 合肥 深圳 杭州 天津 批复了6个人工智能的实验区 同时呢 我们也分两批 批复了15个国家的人工智能的开放创新平台 其中对于教育 智能教育 也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在今年8月份的新一批的人工智能 国家开放创新平台中 特别依托好未来 我们建立了智慧教育的 国家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 开放创新平台 所以这样的一些努力 也带来了业界的 共同的响应和关注 所以呢 智能教育在 有强大的市场的需求 做支撑的情况下 也引来了企业同行 和投资者的高度的关注 所以基本上目前在智能家的 这样一个行业 企业它是快速发展的 基本已经形成了覆盖 教 学 测 评 管 全产业链的 这样一个产业的生态的系统 图标上有很多的精英的企业 包括我们的好未来 刘律说也包括腾讯 教育等等 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 他们都在致力于 为这个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和技术 去赋能教育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那下面呢 我用两张片子 有四个画面 其实感谢的 也是展示的 是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典型 在教育上的应用场景的调研中 我们的一些龙头企业 像好未来 刘律说这样一些龙头的企业 他们分享给我的一些典型的案例 而这些典型的案例 我想在很多的程度上 它有着很强的示范 带动效应 这也是政府关注的一些重点 因为这样的一些案例 它在解决教育资源的 不均衡的问题 高质量的教育 供给不足的问题 以及教育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快乐地学习 同时呢 能够提高效率方面 确实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值得呢 在行业内去推广 那展望未来 我想这个智能教育 它有哪些更好的这种解决方案 这张片子呢 也是我们的同行 罗兰贝格公司 在跟我们共同探讨中贡献的 我希望把更多的解释和分享 留给罗兰贝格的网总 那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 就是下一步 政府还关注哪些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是要做好顶层设计 因为教育呢 是一种准公共产品 它既是一个市场前景很广的 需要企业和市场共同参与的 这样一个私有产品 但同时呢 它也具有公共产品的这种属性 所以呢 需要政府呢 要做政策环境的引导 和这个战略规划的引导 那么战略规划和政策的环境 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呢 我想这就是第二个 我们要关注的正确的重点 就是要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 那么什么是教育领域 智能教育领域的公共产品呢 那就是那些 与智能教育相关的基础研究 0到1的这样基础研究 关键的共性的核心的技术 以及为公共服务 开创的一些平台的服务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 公共产品的供给 那社会资本就会有热情 来关注这样一个行业 就会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 那么我们推动这样一个行业 怎么样大家能够 有效率的去参与到 这样一个产业链中呢 那需要我们推动一些 场景的创新 和落地的应用的示范 所以这也是下一步 我们要重点打造的内容 那么有了全社会的关注 有了政府的正确的方向的引导 这个产业智能教育这样一个领域 要想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还需要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我们要规范化的 要在法治的环境下 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所以呢 第四个关注的重点 就是要制定行业的标准 和应用的规范 最后呢 我想说的一个政策的点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要靠人来提供 所以呢 怎么样去解决中国在科技创新 特别是智能教育上的 最核心的短板问题 人才的短缺的问题 就是未来我们政策的一个重点 去大力地培养 人工智能的人才的体系 吸引更多的创新创业的团队 来加入到智能制造的 这样一个行业 所以最后呢 我想说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想象 想出来的都是困难 只有行动才有未来 那么智能教育 政府已经在行动 也欢迎在座的各位 你们共同的加入 谢谢赵主任 非常感谢赵主任的分享 我们相信有了国家政策的 这个国家战略的牵引 有了各级政府 在人工智能方面政策的推进 会有更多的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人士 投入到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和落地中来 共同助力我们教育行业的整体的发展 也希望赵主任 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 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 给我们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谢谢赵主任 我们知道今年8月份 科技部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 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 一起编制并发布了 智能教育创新应用发展报告 这个报告的英文版 刚才也在我们这次大会上 正式对外发布了 那么我们下面会有请王总 从这个行业发展的角度 给我们来分享 教育家AI这个行业 它的现状和趋势是什么 它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也是什么 下面有请王总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的GES 刚才赵主任高屋建领 介绍了一下智能教育产业的发展前景 以及说所承担的这样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使命 那确实就是说 在我们做这个研究报告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也是充分体会到 教育本身对于人工智能 包括智能教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作用 所以的话呢 我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题叫做 大有可为 教育加AI 然后是创新应用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分享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个李飞总也讲到了 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是 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战略 我这边的话呢 其实列了很多人工智能的一些 产业的一些数据 但我想其实现在这些数据真的已经不重要了 包括中国 然后包括美国 以及包括我上个礼拜在欧洲 现在包括欧盟 包括德国 都已经把人工智能 制定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 特别是法国的这个马克龙总统 甚至提出了更具体的目标 就是法国要培养25个独角兽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一个领域 所以可以感受到就是人工智能 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性 那在其中的话呢 其实特别是这两年 人工智能加教育 作为一个这个细分行业的话 其实得到了一个迅猛的发展 这个其实前面赵主任也提到 因为教育本身的话 涉及到英才师教 然后包括资源匹配的这个问题 本来教育在其中 就能够去有很多人工智能的 一些应用的场景 而且根据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显示 很多的这个融资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是发生在C轮以后 这意味着就是 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的话 它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 这个前期的一个摸索 而是已经有大量的这个实践和应用了 那我们把相关的这个人工智能 加AI的这个教育科技公司分成几类 第一类的话呢 其实是以包括我们好未来 包括我们刘丽说为代表的 本身就是在从事着教育行业的 这样的一类企业 那他们本身因为 在做教育的这个日常的 这个业务的过程中 会发现如何去利用技术 能够去帮他们去提升效率 去提升教育的一些质量 第二类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 一些头部的企业 包括BAT等等 那他们的话 其实拥有海量的这个流量的这个资源 那其实也包括提供了很多 相关的一些工具 能够去帮助一些这个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 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些体验 第三类的话呢 其实是更专注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 一些具体的产品和技术的提供商 那包括我们在这个图像识别的 像商汤呀 矿石呀 伊图等等 语音的这个科达讯飞等等 这些其实他们都是在具体的一些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技术其实是有自己的独特之长 那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场景中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 然后第四类的话呢 其实更多是提供相关的一个这个算力的一个平台 那这边列了像AWS 微软 然后包括像阿里云 包括像华为等等 其实都是提供了相关人工智能的一个算力的一个需求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们进行一个相关的分析的话呢 其实大家是各有所长的 对于教育企业来说 他们有直接的这个业务和应用场景 但是如何去把这些这个科技的这些能力去建立起来 包括去融入到他们的业务中 其实是面临的一个挑战 然后呢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的话呢 虽然是有广大的一个流量 但是呢其实对于教育行业本身 还是有一个熟悉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对于具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厂商而言的话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提供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其实也是要和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去进行一个合作 然后呢对于这个计算的平台而言的话 他现在更多做的是IAS基础设施 以及说PaaS等等 那如何和应用能够去进行一个很好的结合 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认为在当下 这几类的这个教育科技企业 应该是进行一个充分的开放合作 一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产业的一个发展 然后的话在具体的这个场景的应用中 其实大家如果手头有那个报告的话 我们有更详细的一些具体的场景的一些事例 从这个背教练考评管等等几个这个教育的环节 这里面其实都已经列了很多相关的一些 AI的一些场景 其实我个人感觉现在对于教育行业来说 AI的应用场景不是太少 而是太多 我们已经有太多可以去考虑去应用AI的场景 但是的话呢 我们如何去挑出一些真正能够给我们的业务 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带来这个最直接的一些价值的一些场景 这个是我们包括教育企业 包括我们的科技企业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一般的话我们可能有两个维度来考虑 一个就是说它的可实现性 包括技术的可实现性啊 包括数据的可用性啊等等 这个是一个维度 另外一个其实是说 对于我们教育业务的本身的一个价值 如果从这两个维度去考虑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去找一些优先去布局的一些场景 而且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其实有一些业务的话 它其实甚至是以人工智能 作为它整个业务模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能力的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线上的这个大课 我们直播的这个老师的话 他可能面对是几千个学生上万个学生 这时候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这个辅助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他一定没有办法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教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未来人工智能 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些场景 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已经非常陈述的一些应用 比方说我们好未来提供了这个 Wise Room 它其实通过了相关的一些 真人以及实际的一些人工智能 智能教师 优势教师的一些互动来提高整个的一个 这个学习的一个效率 以及包括像美国的这个伯克利大学教授 创办的这个叫Grade Scope 它其实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 去进行自动的一些评分评测 来大大提高这个教师的一些这个效率 这些其实都是已经非常应用成熟的一些案例和场景了 除此之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如果我们把现在这些场景的话 进行进一步的分类 一个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成熟度 另外一个呢 其实说这个人工智能 它是否本身是适应到这个教育行业的话 包括我们里面也分了 背教练考评管等等 不同的这个环节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个主要的应用 其实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对比较成熟 同时呢 对于教育行业又比较 这个直接可以适配的一些技术 比方说像拍照搜题 对吧 像这样都是比较直接可以去用的 那还有一类的话呢 可能相对来说 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 本身也不够成熟 而且呢对于人工 对于教育行业的这个适配性 也有待提高的 这一类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发展会慢一些 那对于还有一类 其实是说我们这个人工 教育产业本身有很大的需求 但是呢人工智能技术 本身又有一个这个 去提升的空间的话 那我们认为这一类 其实是我们下一步 可能需要去重点拓展的一些场景 但总体而言的话呢 我们也列了一下 教育加AI的相关的一些趋势 包括了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话 可能是更标准化的一些辅助工具 AI来说 但是以后的话呢 我们要朝着智能教师 朝着这个更场景多元化 更人性的一些角度去发展 第二个呢 其实是说 随着我们教育行业知识图谱的 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其实的话 我们的算法 其实也会越来越精准 所以的话就是高精度的一个算法推荐模型 以及判断型的应用 也将大幅地涌现 然后第三个这个趋势的话呢 就是不光我们现在是 主要是由学生和教师在使用 但是将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全场景 应用到我们相关的学校 机构 政府 以及形成一个宏观的一个学情的一个调控 对于学生有一个360度的一个评估 这样的话 其实还能真正地做到一个因材施教 然后呢 去做到这个相应的一个减负的一个工作 这个可能是我们教育行业的 教育科技行业 很多从业者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梦想 所以的话 刚才赵主任 其实从政府的角度 提了一些宏观的一些建议 那我们也从微观的角度 对于教育家科技的这个企业 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包括这里面就涉及到 去鼓励和这个 积极推动相关的一些研发和创新 我们前面也列了一些 具体的一些应用场景 其实是有这个需求 有痛点的 但是我们的技术现在还不够成熟 所以这方面可以去加大投入 包括像知识图谱的一些完善等等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是一定要从真正的业务需求出发 以这个教育的诉求为导向 根据我们实际的业务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来推动相关的一些这个技术的发展 而不是说纯粹是从技术的角度 来进行推动 最后一点的话呢 其实是说如何 在当下各类的这个教育科技企业 能够一起努力 去把这个教育科技这个产业 一起去做大 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态合作共赢 这才是我们将来能够去 一起去把这个工作进一步推进的 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的话呢 我们之前跟这个科技部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 一起做了这个创新应用的发展报告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看一下 然后来看说我们大家一起如何去推动 相关产业的应用和发展 那我的汇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王行总专业的分析和独到的视角 刚才两位演讲嘉宾从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的角度 给我们从这个宏观的层面 分享了这个人工智能在教育行业的应用的前景 现状和下一步的这个发展的前景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进入到这个圆桌讨论的环节 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四位这个教育科技企业的这个嘉宾 和我们一起来探讨AI加教育的实践 包括我们对行业 刚才王行总提到的在行业分工中的一些思考 以及我们人工智能在教育行业落地应用 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分享 下面呢 我们有请网易有道的首席执行官周峰先生 掌门教育联合创始人吴嘉峻先生 欢迎各位 感谢各位参加我们下午的这个圆桌论坛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这个 各位所在的企业在这个教育AI行业的一些实践 包括因为这已经马上到年底了 大家回顾这一年 我们有什么 一个重大的一些进展和突破 所以我首先想把这个问题 有请周峰 首先来谈一谈 因为网易有道 其实在这个教育市场的这个细分领域里边 我们是选择了这个AI硬件 这个这么一个细分的一个赛道 那么特别是在今年呢 我们包括在词典笔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口碑 那么我们想听一听 你对这个为什么要选择这个AI硬件 这个赛道和这个今年有什么突出的进展和体会 有请 对谢谢李总 那个 这个网易和有道的话 我们其实从公司的这个历史和基因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一直是非常技术导向的一家公司 所以的话 我们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方面的话 应该说做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有道这边最早就是从我们做翻译的系统开始 我们2008年就做了翻译的这个国内第一个机器翻译的系统 然后包括到2017年 我们把它升级成这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这个NMT的这个神经网络的翻译的系统 那么所以我们今年去做硬件的教育相关的产品呢 其实也是从这个技术的路线一直继承下来 我们在这个翻译方面把它做到中文到其他语言的翻译 全球第一的水平 然后用户量也是中国市场 印度市场 印尼市场 现在都是最大 那么后来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这个怎么样帮到我们的学习者 所以我们发现说翻译虽然做得很好 但是很多中国的学生他去学校的时候是不能带手机的 那所以你想他学英语的时候需要查字典需要翻译 那他但是没有手机他就做不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通过我们做的翻译机这样的产品 包括今年我们的一个爆款是我们的有道词典笔这样的产品的话 就可以帮到他 特别是有道词典笔这个产品 他去对着他阅读的材料去划一下 就可以做查字典和翻译 那这个不需要访问网络 这也是离线的AI技术带来的好处 所以我们总体上是一个基于用户的需求 来去落地AI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吧 那这个事实证明的话 虽然硬件项目做起来特别苦 这个待会也可以聊 就是我们这个词典笔项目做了整整两年 就是过程中间团队反复过来跟我说 老板这个项目这个翻译质量实在做不上去了 这个只能做到准确率80% 我说不可能你回去重新改 最后我们做到超过95%的这个识别准确率 才使得这个产品真的变得特别好用 京东上这个翻译类硬件销量第一 那我觉得这个给我个人的体会就是硬件产品虽然很苦 但是还是有它的好处 学习类的硬件是学生和家长都特别欢迎的 那么把AI用好其实是要花很多功夫 但是最后是值得的 这是我的最大的体会 谢谢周峰总 刘一说这个在这个 刘一说的这个教育AI啊 就给我们 给我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这个自适应学习 包括这个懂英语这个产品也有很好的这个代表性 那么能不能请责任总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就是刘一说在这个教育AI这个行业我们发展的一些底层的逻辑 包括在今年有有什么这个突出的进展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李飞总 然后这个可能台上这个企业相对来说 刘一说目前来说相对来说在学科类还是 或者在学习的这个还比较专注的 我们主要还是在英语学习这一块 所以说从英语学习这一块呢 历史上我们就差不多企业七年 其实大量的经验主要积累在像这个英语的语音识别 包括这个评测包括音速音节级别的等等 这块其实我们其实通过过去七年 准确来说应该是六年半时间的 低端产品的上限 大量累计了巨量的这个用户的这个英语数据 而且随着我们现在产品线的拓展 基本上我们是全年零段覆盖 从小孩子的一直到这个成年人的 不论多少岁的其实都有 所以基于这些数据呢 其实在过去一年里面 我们在这个不论是打分算法 还是在一些这个个性化的自适应推提上 都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从产品角度 因为我们是主要做C端的嘛 其实产品可能有一些都已经 有些可能在场也用到了 像比如说我们最新的一个叫地道发音2.0 这也是从用户需求出发 因为中国用户总体来说 还是非常在乎这个发音的 希望发音能够比较好 这个其实倒不是全世界都有这个需求 就中国用户特别在乎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针对这个产品 做了这个地道发音2.0 这个基本上既融合了我们在过去几年 在这个语音识别评测 音速级的 以及我们也引入了一个机器识别 这个多模态的对口型的这个识别 基本上是在我们原来地道发音1.0的技术上 有很大提升 而且我们自己内部对于这款产品 目前上线 全量上线几个月后数据也非常不错 当然本身的技术和产品体验还需要打磨 总的而言我们是认为在发音这个环节上 可能是真的能够做到完全的AI老师 能解决这一个 当然这是一个在英语学习里面 一个非常专项的一个事情 那在这个个性化推提和这个自适应这块呢 我们其实在系统课上 我们有一个一直在线上测的产品 是叫达尔文英语 对吧 就是这块其实是一个 就fully adaptive的一个个性化推提 基本上在一个用意学习者 每一个里程碑之间 是完全根据这个学习者本身的这个学习能力 以及他类似的学习者 大概的这个成长路径 去做个性化学习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是 可能大家看到的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面 我们在整体的利用这个AI技术这块 去已经能够上线的一个产品 而且真正的是用在了 这个大量的用户都在用 总的来说呢 其实从这点上 我们跟有道其实挺像 就是我们也的确对产品和技术 可能也的确跟我们几个方的 也是理工男有关系 对这个对产品和技术这一块 是非常的执着 我们也认为 很多产品体验的突破 是来自于对这个教学内容 和技术这个整合深刻的理解 我们可能在过去六年半 主要是对技术的理解 然后过去的三年多 是对教育内容的理解 因为我们其实懂你这个系统课 只推出了三年 我们也通过这三年对这个整个教育内容 又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技术上其实我相信 往前看的话 我们会推出更多的类似在这个练习 教学过程以及评测这方面 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那我就按着顺序接着往下来 这个松帆是我的同事啊 这个是这个 好一来这个AI工程院的这个负责人 其实刚才在赵准和这个王欣总的这个报告里边 其实你已经被Q到Q掉两回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基于爱客开发平台的这个 Visroom的这个产品 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这个赵准提到的 这个新一代国家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这是我们这个AI的这个很多工作 就是在你看来 你的这个研发的工作的重点和这个主线是什么 然后今年一年你有哪些收获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谢谢飞总 对 我在这个场合里面 这个发言其实还是比较忐忑的 因为自己的场子嘛 这个更多希望客人们这个多多发言 好未来开始这个做人工智能啊 我觉得到现在 今年取得了一个大的一个里程碑吧 我觉得算是 就是这个科技部 新一代人工智能 这个开放平台 然后依托好未来来建设 这个基于智慧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件事情我觉得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对于我们过去的 这个一些探索的一个认可吧 第二个呢我觉得应该是对未来 基于好未来这个平台 在往前面走可能需要承担更大的使命 不管是负能行业 还是这个推动国家在教育行业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持续的投入以及进步 我觉得这个可能沉甸甸的担子吧 好未来在做AI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相对比较的这个 我觉得面临的局面会复杂一点点 因为我们自己啊 是从赋能自己的业务开始 那我们的业务的复杂度很高 包含了线上线下 这个大班小班一对一 然后教育的这个权链条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我们是会去选择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的 除了我觉得叫教育各个环节里面 我们去如何去赋呢 不管是课前的课后的 这个作业的 老师的这个管理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环节之外 我们可能最最专注的事情 应该是叫课程环节的这个升级 或者叫授课环节的升级 所以沿着这个这个思路的话 那好未来在这个线下 课堂里面的这个升级 我们是花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所以在这个层面 我们也确实也取得了像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智能课堂 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 这个这个最终落地 那目前呢 除了我们自己内部的 这个教学的这个场景 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 使用了Wizroom 用这样的一个智能教室的 这个这个这个是来授课 来跟学生去互动 我们发现要服务这个整个行业 我们要在这个非常多的城市里面 去服务更多的这个老师和学生的时候 我们发现非常的挑战 所以这个也有持续去做 类似的这个这个 这个AI的这种赋能 那到目前呢 可能超过150个城市 然后上千家机构 已经使用了我们的这个智能教室 但我觉得还 还算一个刚开始 还需要有更大的这个 有更多的突破吧 我简单先说到这儿了 谢谢 谢谢 我关注到这个掌门教育的AI 主要集中在这个标准化和个性化的线上教育产品 下面我想请嘉敬总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的这个教育AI的这个理念和今年有哪些比较大的进展 对 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将AI其实融入到这个学生的链条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这个 教育场景是比较相 这个非常契合的 对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我们就是为 围绕这个个性化这个事情去做一个 一个文章 然后而且 因为当 因为以前我们对于个性化的理解就是 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 本身的个性化 但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的样本变多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不可控的 所以说我们就会通过用技术的 我们去了解学生的情况 然后技术去推给学生这个推课件 对 包括这个课件 比如说一个学生上 两个学生上这同一节课的话 他的这个课件都是不一样的 对 包括他作业怎么推 然后包括他的学习路径 学习规划 对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将它 这个通过AI去实现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它可以 辅助老师去达到一个 通过老师的个人经验 对这样这种技术的话 可以达到这种 个性化教学的这种一个理念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 最主要还是围绕这个 就对就像刚才您说的 这个个性化标准化这一块去做 那今天其实我们 最主要还是 在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数据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模型 不能训练更好一点 对 我们其实还是在这个 调整的这个阶段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未来的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下面进入到我们第二个话题 刚才这个王英总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整个教育行业 是一个非常大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 教育市场也是一个 不断被细分的这么一个市场 其实大家在教育行业 其实有一个共识 就是需要整个教育行业的进步 特别用科技推动整个 这个教育行业的进步 其实是需要全行业的 共同的努力的 那么现在的这个大家很多都在谈 我们下一步怎么更多的进行 这个分工合作和全链条的整合 我想请各位谈一谈 就是我们这个身为这个教育企业 对这个教育AI在这个分工合作方面的 有什么看法和观点跟大家分享 还是请周峰吧 因为你做硬件 可能他们三个人是不是做的东西 更类似一点 你可能说的压力是不是会小一点 对这个我觉得整个人文智能和教育 结合现在的状态吧 应该是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我们看法是我觉得现在 还是非常渐入家境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如果说几年前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有一些对于AI和教育结合的 一些比较简单化的一些想法认为 比如说认为有了自信学习 这个整个就问题就解决了 那后来证明不是说有一两个点就能做到 包括像刚才赵主任也讲了 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 需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后来的话业界大家的做法就是 这个每一家根据自己业务的现实 就会去聚焦在做不同的事情 那像我们的话 我们除了硬件之外的话 我们也关注在比方说怎么把教育 怎么把我们的在线课程的产品和AI有更好的结合 我们做了这个有道的智能笔这样的帮助学生去做 自动数字化他的练习的这样的过程 然后能做自动的这个评分 刚才也提到说像Berkeley的这个Grayscope这样的 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把大家的能力开放出来 因为不是每家企业都有能力去开发所有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能力 那像有道志云的话 在作业端我们是比较强的 在比如说在题目的处理方面 像这个公式的识别啊 这些我们都是国内做的最好 以及说像扫描下来的题目 我们可以把它做切分啊 每道题的自动的切分等等这样 所以我觉得开放的技术能力的API层面和SDK层面的整合是一方面 这个是我先提一个吧 我觉得这个是行业内更多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加军是不是可以继续再给我们再分享一下 你对这个分工合作的一些想法 可以可以 因为其实像我们 就是我们很多AI其实都是因为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平台的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嘛 所以说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但是我们也会有很多合作的 那这个比如说像很多硬件的部分 或者说像一些 我们算下来可能成本对我们来讲成本比较高的 我们都会去寻求一些合作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还是比较开放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像 比如毕竟我们可能有些领域不是我们专门去做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专做的话 他们技术的这种水平会更高一点 对然后呢我们其实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啦 或者说很多的现实的应用 对我们可能会偏应用型嘛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的话 结合起来会更好一点 那我觉得其实包括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我们也会经常去互相沟通 因为我们这边也会有很多的及时反馈 对会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做一些更改改善 会用的更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合作防守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这个人看看 没有什么观点 我们企业相对比较年轻啊 跟和好未来特别是和有道比 对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在开放平台这一块就目前没有特别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open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其实跟好未来有合作过对吧 在一些这个东西的合作上 期间也有一个类似的发布会 然后另外我觉得教育的话 其实本质来说对内容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就我觉得教育离不开好的内容 所以在内容这一块 其实我们也一直是非常开放心态 除了我们自己会做一些我们自己擅长的端到端的一些和底层技术 整合比较好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像这个懂英语之类的 但其实我们也此时此刻也跟一些很好的这个内容合作方去合作 共同给这个特别是中国的学习者 去提供一个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所以而且今天我刚才其实也听了这个Gail那边的一个发言的 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生态 因为教育里面的角色分工其实越来越细分 其实不论是技术提供方还是内容提供方 还是这个教师培训等等 我相信整个生态只有大家一起能够齐心协力 能够更好的把整个生态或者整个这个教育做得更好 我相信最终受益的是所有人 并且当然最终受益的是我们国家 能够培养更好的人才 能够有更大竞争力 所以说我觉得这点上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开放 而且的确在很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强的地方 我们也知道我们还不够强的地方 所以就是怀着一个比较开放心态吧 最后到松范 刚才几位伙伴都分享了 他们对这个开放的这个和这个共享的一个 一些看法 其实我觉得你的压力其实应该是蛮大的 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平台的建设和下一步 怎么整合这个行业的力量 我觉得谈谈你的看法 那关于分工这个话题呢 我个人想从两个视角来阐述一下 第一个视角呢 就是站在整个行业啊 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和这个教师 他们两者这个角色的分工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 因为我们面对的可能不光是我们的这个 private sector 就是我们的这个私立的这个培训学校 或者是私立的这个学校 还包括了广大的一个公立学校 所以在这个层面呢 我就希望说能够建立一些这种尝试 实践 去真的去探讨说 到底在人工智能时代 人类和这个机器应该怎么去分工协作 如果不这样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叫技术并没有好坏 但人在使用它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这个教育伦理上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层面 是需要站在这个可能行业和国家 这个层面来做一些探讨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就是好未来作为这个开放平台 这个建设方 或者叫主要推动方 那我可能会从这个几个层面去探讨 叫开放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直观的 我们能把我们在服务内部的 这个事业部和服务内部业务的时候 沉淀下来的一些技术 通过这个AI能力的开放 服务整个行业 这个是我觉得第一层 第二层呢 我认为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技术的开发者 和高效的科研方能够进到这个平台上面来 所以我们会在数据脱敏的情况下 能够给到一些这个公开的这个数据的发布 那这样的话 我选择高效 因为我之前是在高效这个当老师嘛 比较需要的一点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有机构把大量的数据 在脱敏的情况下能够给到我们 能够让我们也参与参与 所以这个这样我们的角色相当于现在倒过来之后 我这个还是希望能够推动这个发生 那这两点呢 是过去探讨的比较多的 但接下来三点 我觉得两三点 我觉得可能还是希望去做一些这个开放 比如第一个呢 我觉得是叫AI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开放 就是好未来在做AI的时候 我们其实搭载了非常多的这个底层的设施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的这个标注平台啊 我们的这个AI的这个模型的训练平台啊 包括一些这个这个数据的流转管理的一些平台 这样的一些平台 我觉得能够非常好的降低AI从业者啊 想要进入教育行业来参与教育行业建设的一些门槛 我认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第四个可能就是 我觉得叫教育AI标准的一些开放 就是这个可能需要和国家 科技部啊 还有教育部啊 一起来共建 可能最后的话 我希望是能够把我们的一些教育的场景 都能够这个开放出来 就是大家可能这个看起来说 我们能够有教育的技术 但教育的技术真的能够在这个 用户这个准备产生价值 可能还是需要在产品和业务测 能够有一些思考 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 因为好未来的这个教育场景还是比较的复杂 业务的业态也比较复杂 我们自己是 我觉得是要服务整个行业是没法做到的 所以我们希望把某一些场景开放出来 能够让更多的教育的企业 初创企业 包括一些成熟的企业 能够在一块儿跟我们去共建这样的这个 这个教学的环节 所以这个是我可能从五个层面来去表达一下 这个开放的和分工合作的一些这个见解吧 好 谢谢各位的分享 其实在我看来啊 这个教育科技也好 教育人工智能也好 在这种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在大家都在大量大力投入的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竞争会带来这个行业的进步 同时我觉得合作 开放和合作 同样也能带来这个行业的进步 我希望这个在座的各位 我们共同努力在推动这个进步 下面我们进行到这个第三个问题 就是大家对 大家现在在这个研发的工作中 觉得在人工智能 在教育行业应用的这个最大的困难 或者说挑战是什么 同时呢 我想也请各位呢 就是我们不光讲现在的困难 我们想 我们希望各位 是不是可以给大家描绘一个 比如未来五到十年 我们在迈过了当前的这个困难以后 我们就各位对教育人工智能 这个远景的那个展望是什么 也请大家给我们分享 中风拿起话筒来了 是不是请你来 一般那个到中间会换个顺序 这个我们就每次都同样的顺序 对 我觉得目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就因为就在我的这个位置吧 就是往往是大家拿的项目来找我 然后要钱嘛 说白了就要钱要人 基本上公司内部这个CEO干的事就是分钱分人 那其实我觉得我在我这个角度我觉得人工智能型的项目 因为我们的AI实验室同时也在跑很多的项目 包括产品团队也跑很多项目 那我觉得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最大困难是就是你做的这个人工智能型的项目 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教育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 然后那巨大的意思一般定义呢 我觉得应该是10比1 而不是1.5比1 1.3比1 因为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吧 它还是一个往往需要大量的数据 大量的算法 大量的这个投入才会能够落地的 那落地的时候往往它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带来的这个回报不够 那就会出现这个雷声大雨点小这样的情况 对吧 其实前几年很多人工智能的项目 你去看最后成功的那些 比如说你可以认为说语音类的项目 这个也是刘里说的这个专长 其实总体还是挺成功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项目 这个大家会发现说做了半天之后 能带来一点改进 那可能但是最后效果不好 那所以我觉得任何做人工智能的 和教育结合的这个企业也好 公司内部团队也好 一定要去考虑的问题是 是不是我的这个新的方法 能够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 对吧 那这是我对我们团队的要求吧 那说未来理想状况是什么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就比如说教育行业 教育产业 教育这个整个sector吧 整个领域 应该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机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需要大量大量的人力 对社会对国家至关重要的这样的领域 它真的能够提高效果 大幅的提高效率的话 那中国就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这个了解过 中国有多少老师 对中国是一个上千万的这个老师的规模 那能帮他们省下时间让他们更多的来 这个这肯定我们不是要替代老师 这个也是也是这个行业内 大家之前很多聊的一个问题 一定是帮助老师 那能帮助他们提高效率的话 中国的老师每天要在 中文学老师要在作业上 比如说花三个小时时间 如果你真的能帮他们把这个时间 节省到十分钟二十分钟 把花更多时间在学生身上的话 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这个事我觉得是远景吧 实在抱歉 因为我不太够智能 我们下次这个系统可以再智能化一点 让我提示这个顺序应该怎么调整最优化 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个算法 下面请我们还是按照顺序来吧 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最简单 下面请哲人这个跟我们分享 你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和五年以后你觉得前景是什么 我认为现在当然我觉得困难都是有机会 可能现在我觉得教育行业非常特别特殊 我认为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永远是消费者的需求 就是消费者对于 我觉得从这点上来看 教育和医疗很像 消费者对于一个新鲜东西的接受程度 和欢迎程度速度是没那么快的 这个当然我们也经历过融资 也经历过上市对吧 所以跟很多人聊 这个调料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说大家通过这个滴滴快滴的这个打仗 已经能够接受一个业余的司机给你开车了 但你很难接受一个业余的医生给你开刀 甚至说一个业余的老师吧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说不是说技术现在不那么ready 或者技术不那么好 特别在一些特定的领域 刚才我也说了 比如说像可能纠正发音 这个特别特定的一个特点 但是消费者的对一些东西的理解 和接受程度是需要时间 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全行业 可能也需要其他很多因素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所有做直接这个消费者企业的一个挑战吧 然后从这个展望五到十年的话 我也觉得说其实我们自己在这个行业 我们是认为技术的确是能在这里面 当然我说技术是不光只是技术 从技术加好的内容最终形成一个产品 是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其实不论是中国 而且你可以发展即使在美国很多国家 其实这个教育师资的力量发展 都是不平衡的 特别比如在中国 其实很多的地区的偏远地区的 这个英语老师本身他就那个不合格 因为是很多地方特别是我们做一些这个工艺的时候 发现一个老师在三村里面可能叫三门课 你很难指望的时候他三门课都教得很好 数学以为英文 而且往往英文是他们最薄弱的 所以说在你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一个很好的技术驱动的一个产品 其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替代相当一部分英语老师的功能 我觉得可能从零分做到六十分七十分八十分都没问题 当然我知道可能一二线城市需求不一样 一二线城市更多孩子的可能要求是说 要从95分变成99分 这是100分的要求 在这点上我也认同 其实老师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优秀的师资 但很不幸的确优秀的师资是一个不平衡发展 这个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 不论从商业侧还是从公益侧侧能够很好的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去真的让一个好的内容能够让更多人去学习到 我觉得这点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企业 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一点吧 有请松翻 我可能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一句话版本 叫如何去协同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这件事情 所教育的伙伴可能都会有一些梦想 我们都希望看到规模化的阴才石胶 但是真的如何达到那一步 那个路径是非常难画的 所以如何能画清楚这个路径 是我觉得最挑战的一个事情 长一点的版本 我可能觉得五年到十年 我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平台 这是行业的平台 这个行业平台能够做两件事 第一个叫更加地了解学生 第二个叫更能激发老师的创造力 了解学生是指我们能够在学生学习的全场景 全量条里面都能够知道他的这个学习的行为和路径 对他了解了之后 他的这个就是情况 你看我们把这样的信息提供给老师 我们即便不给老师任何的培训 老师拿到这样的信息之后 他也能够做出非常多的这个事情 就你说这是一个家里面可能条件不太好的学生 在这个班里面你需要 是不是应该跟他多照顾一点点 这个我觉得老师他自己可能就有一些判断了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需要给到 把这样的平台给到老师之后 能够有一些辅助的工具 或者是辅助的一些这个系统 能够让老师产生这个创造力 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老师这个 或者叫我们认为老师不能被替代 那如何能够把老师的这个 那么多的老师上千万的老师 他的价值发挥出来或者更大化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 可能从供给侧的这个角度来看 可能是当前的也是一个巨大的瓶颈吧 所以我觉得两点都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更了解学生 第二个是更激发老师 谢谢 嘉静总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可能最难的就是 这个人工智能 我觉得这个决策是最难的 因为我们其实 这个有太多的人工智能的技术 然后这个市面有很多 然后我们其实再去 选择要不要用这个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是蛮纠结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到底他对于这种学习的效果 会不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个其实是未知的 而且还有一些可能 是不是可能你没想到有一些 有些弊端的 就比如说 因为因为学生端你可能有的时候 你可能他会走一些捷径嘛 对吧 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弊端是你考虑不到的 有一些负面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蛮难的 关于这个角色我们其实也是 这个也经常讨论很久很久才会去做这个决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 我觉得如何去清楚地判断 哪个技术对适合我们的场景 适合我们学生的学习 适合老师的教学 这个我觉得是最难的 对 然后对于未来几年的话 我觉得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一直都是说 通过技术去提校 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能会在这个教学内容方面 会有一些变革 比如说他会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教育内容 可能更多是书本啦 或者说可能最动起来的就是视频 那未来是否可能会有一些 更多VR的东西 对 或者说更多一些 这个全息投影的东西 可以让学生可以更直接地 去接触到这个教学内容 对 他会感对着你感兴趣 他会真正地去快乐学习 对 我觉得这个 因为现在我们我觉得快乐学习 可能都是通过一些情感建立 或者说你去激发他的这种成就感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难一点的 那如果说假如说教学内容本身来讲 他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能让他快乐学习到 那我觉得其实他自己就会有这种动力去学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未来可能会在教学内容方面 会多考虑一些怎么去进一步升级 感谢四位的分享 因为我们这个作为前面的这个大屏幕显示 这个时间过得飞快 我们已经这个超时了 就是从我的感觉来讲 这个我们很多话题好像还意犹未尽 有很多话题好像值得我们再去仔细地 再去思考 再去讨论 包括后续我们怎么再努力地再去推动和改进 当然我觉得今天跟四位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分享 从这个分享里面 我看到了大家的这种坚持 这种情怀 包括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所以呢 我希望这个通过今天的这个援助论团 把我们通过科技推动教育进步的这个信心 也传递给这个参加我们今天这个分论团的所有的伙伴 我们希望呢 在未来这个科技能带给教育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谢谢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论坛 我们明年再见 谢谢 谢谢四位 谢谢